所以我們要來看看 IMF 叫做International Monetary Failure 因為你看到1997亞洲金融危機 2000年網路經濟泡沫化 跟全球經濟同步不景氣 2000年這是全球經濟同步不景氣 是很嚴重的事情 因為你看到以前有經濟不景氣 他可能實施在歐美 或者在亞洲 或者在某個地區 可是2000年你看到全球各地都一樣 是經濟同步不景氣 大家都不景氣 那你想要怎麼辦呢? 當然你要問為什麼發生呢? 好 那再來更大的經濟危機 是2008全球金融危機 有人把它稱為 這不只是金融風暴 這簡直是金融害羞 好 大家都逃不過的 再來2010年歐債危機 歐債危機 這是我們下個禮拜要跟同學們談到 談2008全球金融危機 然後跟接下來的歐債危機 好 然後之後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機 都在全球蠢蠢欲動 譬如在2013的第二季、第三季 每三個月為一季 然後第二季、第三季 幾乎都可以成為南方國家的金融危機 南方國家最主要是指這些開發中國家 好 有時候我們會成為南方國家、北方國家、 北方國家大部分都是先進國家 一開發國家 所以這些開發中國家呢 幾乎是資金大量的淨流出 流出 那包括當時的印度、印尼、泰國 還有巴西這些拉丁美洲的新興市場 這些Emerging Markets 好 那資金大量的流出 你就可以看到可能流出他的股市 會市、房地產 還有各式各樣的這些企業 所借貸的錢 然後2015一樣的第三季 那你可以看到全球的股災 真的是像個大災難一樣 那下跌 然後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快速趨緩 中國大陸從2011之後 經濟就開始趨緩 但是2015之後快速趨緩 那你可以看到尤其這些國際原物料的價格 崩跌 因為中國對這些需求減少 世界各國的需求也減少 好 那包括銅、鐵 還有這些煤礦等等的 好 那像國際的銅礦 那像巴西外銷非常多的銅 給中國大陸 那但是銅的價格慘跌 跌了三分之二 好 然後煤礦、鐵礦 這些價格都跌了一半 所以巴西你可以看到現在是什麼 呈現經濟衰退的狀況 好 然後因為他外銷很多這些原物料 那這些到中國大陸的 還有到國際的其他地方 但是原物料的價格崩跌需求減少 好 那全球 尤其全球貿易量也大減 好 然後再加上外資大量流出這些發展中國家 包括印度還有東南亞國家 台灣也一樣受影響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這樣子造成很多金融的問題 國際資金的淨儲的問題 然後一直到今年也一樣 從去年年底到今年 你可以看到這些 好 那幾乎全球金融危機 或者某些地區的金融危機是 都快爆發了 譬如在中國大陸、在亞洲 譬如亞洲 你可以看到每次美國 好 那聯準會準備要升息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這些資金 就大量撤出這些國家 那但是一步升息或升息過後 那你可以看到這些資金 又重新回來炒作他的股會市 房地產等等的